大家好,东北斯老师 这我们东北啊,这遍地是宝 你看啊,今天我来啊,进山 来采啊,这个野生的沙鸡果 这是沙鸡果啊,就是在冬天生的 才能成熟,才能采摘 从这块上来来,上来来采沙鸡果 这沙鸡果啊,长在 大姐说长在山顶 都长在那个 那个沙崖边上 你看这边,全是沙鸡果树 这块勺,这块沙鸡果原来采过了 走,往上走 上面说沙鸡果多吗,再上来看看 哎呀,这两边都是沙鸡果树 刚刚顶上大雪 看多深的大雪 这个沙鸡果啊,说是必须在冬天采 我们过来看一下的 全是沙鸡果树 这是野生的呀 接着看看,哎呀,老生的雪了 哎呀,没搏了个儿 这就是沙鸡果 再来采沙鸡果 大姐,这个沙鸡果是冬天长啊 它下面长是绿沙的 然后倒越冷吧,它越黄 黄完了就晾,晾完了就 本身出油 啊,这都还出油 你看看洋活的吧,你懂的 对呀,这要是早上就是硬的吗 越冷了,这就硬了 这踩沙鸡果也挺费事啊,大姐 啊 踩沙鸡果也挺费事啊,这还上市啊 还得 好东西不容易踩啊 越好的东西越不容易啊 对对对,就是像你们看你们性格怎么样的 越好的东西它越珍惜,它越不好走 这沙鸡果 这沙鸡果啊,这有刺儿 这个宅的时候必须戴手套 看这沙鸡果什么呀 我吃一个尝尝 嗯,这个酸甜 这沙鸡果都说是,沙鸡果是果中之王 它非常奇怪 它是非常耐寒 冬天生长,冬天成熟 来,我们先采点沙鸡果 大姐,这个沙鸡果是串根的长 咱这沙鸡果,这就是鸟吃的沙鸡果 沙鸡果啊,拉得到哪儿,哪儿就长呗 我看长得都在山顶上 那个什么 鸟吃完之后,那个沙鸡果就随地就长了呗 这有点横现金的,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就知道它这边是串根 你看那边,你也没有瓦的,怎么跑那边去 那边它没沙鸡 它这个东西,沙鸡果也长,串根的也长 好像 你看这都长在山顶上 底下就没有 这个是,一到成熟的时候越黄又亮 对对对,整亮,看,它出油啊 这老生的雪了 哈哈哈哈,腿到大鸡根了 哎呀妈,真炸银的 棉库都炸透了 接着,接着看看沙鸡果 找这根接着腻 朋友们看一下,这沙鸡果树有刺 哎呀妈,真炸银的 哎呀妈,棉库都炸透了 棉库都炸透了,不行 这么来 给大家看一下的吧 看到鸡的,密密麻麻的 焦黄 这个果实啊 这是夏天生长是绿的 冬天才成熟 长得又黄又光亮 这才叫成熟了 不怪这种果,叫果中之王 它也非常特殊 采摘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果实小 就这一点点采 看,这一点点采 这大姐,这点果吃的不容易啊 这宅太小了 宅太费事了 还扎银 要不怎么说 越稀少的越珍贵 越稀少越珍贵 越好吃 要不多的话 那不 那就是不珍贵了 欢迎你那些老铁上这来 欢迎到这来 多上来采摘啊 对 这要不采摘,它也掉了 这果 明天冬天都可以来 这些不采,是不是一掉了倒是 对 这开车就掉了 自己掉了 开车就掉了 这稍微干啥掉 没看它这有看油 对对对 那么就掉了 你看这杀鸡果 这个 这点有刺 这非常扎人 看这果 哎呀,这地方摘一样 已经太容易了 这撸,撸还撸不了 好,就得一个个来 扎手 他们有的后人都砍了 在下 那不能砍呢 砍来年它不长了 大姐 这杀鸡果受了三九天才最好 对 咱现在来就点晚了 你那个偷酒之前嘛 它这碗不黄不住油 因为交酒以后它才黄了 就是交酒以后才成熟 这一大圈 极有价值的野生杀鸡果 由于路难行 果难摘 白白的弄在山上了 大家啊 谁要知道这个果怎么摘 怎么能利用 请给我留言 采点就行了 太扎人了 太扎手了 这个太密的地方也进不去 你看这个地方多密 咱也进不去 所有名贵的果啊 采摘啊 都是要费事 不会按你去省事的 因为这种果好啊 所以来感受一下 这杀鸡果啊 怎么采 这种有刺啊 扎人 这也靠不上钱 看这杀鸡果的大金刺 这是扎银的 看这尖 这是最扎人的东西 一扎扎的挺深 这个就是杀鸡果 夏天时候我也再来拍一下 夏天杀鸡果是什么状态 秋天杀鸡果是什么样 你看这个刚才采呀 太配事了 在密的地方都想进去 这个棉库都砸透了 因为它有刺 采摘是太配事了 大家知道啊 这次杀鸡果怎么采 有采摘的好办法 请在我评论区六月和十夕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请多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